嗨,大家好,我是打星妈妈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比较精致的镂空花样 这款花样呢,比较适合用棉线来织 也就是骨感一点的线来织 它的效果会更好 我用的这个线呢,稍微软了一点 织出来呢,没有那么立体 如果用棉线织呢,效果就特别好 这个花样,七针十行是一组完整的花形 这是这个花形的图解,特别简单 但是呢,这个花形在织的时候呢 因为它反面也要起花 所以呢,如果是新手呢,好像还织不大出来 下面呢,我演示这个花样的具体织法 这个花形起针要起七的倍数 第一行,边针,三下 空加一针 一下 右上二并一 一下 继续往下循环 三下 空加一针 一下 右上二并一 一下 如果你要是连起来在中间织呢 这就是四个下针 空加一针 一下 又上二并一 也可以这样积 那把它算作是要记的下针里面是四下 加上上一个花形的最后一针是四下 空加一针 一下 又上二并一 直到最后呢 直到最后呢,就织一个下针 最后一针是边针 就这样来记,也是可以的 这个花形在反面行也要起花 所以呢,看反面行的这个右上二并一的制法 主要是边针 第二行 先织边针 然后织上针的 右上二并一 先把这两个针目 以下针的形式调下来 然后再放回到左棒针上 把针目的方向 变了一下 先织一个 右上二并一 这就是在反面织 右上二并一的制法 两上 空加一针 三上 好,继续往下循环 右上二并一 先编换针目的方向 然后从底下插针 至一个上针的右上二并一 两上 空加一针 三上 好,继续这样循环 主要是这一个针法 右上二并一 两上 空加一针 三上 这一个针法会了以后呢 再看着图解枝 就可以了 好,这是第二行 图解就是这样的 其实特别简单 第三行 就开始制 右上二并一 边针 上来就制 右上二并一 两下 两下 空加一针 三下 好,继续这样往下循环 右上二并一 两下 空加一针 继续循环往下织就可以了 右上二并一 也可以这样织 两针都是以下针的形式调下来 然后再一起这样织 两下 空加一针 空加一针 三下 边针 这是第三行 第四行从这个地方开始看 每次制双数行的时候呢 都是从左边往右边看 制单数行呢 就是从右边往左边看 好多新手呢 就不知道怎么看图结 这个图结是一个圈直的图结 如果你要是圈直呢 就直接全都是这样看就行了 那片直呢 必须是正面行从右往左看 反面行呢 就是从左往右看 现在我们要织第四行 这个地方是三个下针 那我们在反面直就要织三个上针 第四行 边针 三上 空加一针 一上 右上二变一 还是刚才我教的那个 先变换针目方向 然后从底下插针 再织一上 继续往下循环 三上 空加一针 一上 右上二变一 一上 好 循环到底 然后再织第五行 两下 右上二变一 空加一针 三下 边针 两下 右上二变一 空加一针 三下 空加一针 三下 好 需要循环的针法就是这样的 那如果两个花连起来呢 加上这个呢 就是五下 你看 这已经有两个下针了 那就再加上三个下针 这样就是五下 右上二变一 空加一针 三下 空加一针连起来呢 还是织五下 右上二变一 空加一针 那最后呢 那最后呢 再织三下 边针 这是第五行 就是在这 我说的五下呢 就是把这三个下针 和这两个下针 在中间是连起来说的 这样呢 就记五下 右上二变一 空加一针 五下 右上二变一 空加一针 这样好记 反面行 第六行 第六行呢 就好记了 第六行是织左上二变一 左上二变一 再反面行 就比右上二变一好记 好 边针 空加一针 这个地方是一个下针 那我们就织上针 一定要再绕一下 看到吗 如果你这样织呢 你这一针就没有加上 所以呢 要再绕一下 织一个一上 右上二变一 直接这样织就行了 好 这个地方 一二三四 是四个下针 我们就织四个上针 一二三四 花样完成 继续往下循环 就是空加一针 一上 左上二变一 左上二变一 直接就织两个上针 这样并起来就行 然后再织四上 织续循环 这个花形 上半部分 比这个下半部分 织起来呢 它要好织一些 看到了吗 它都是这样顺着走的 第七行 边针 三下 这个左上二变一 始终是在这一针 往这顺 往这边走 左上二变一 两下 空加一针 继续循环 三下 左上二变一 两下 空加一针 好 循环下去 不要忘记最后 要空加一针 然后再织边针 好 第七行 完成 第八行 要从这边看 上来呢 先是一个空加针 再织 三上 左上 二变一 两上 好 就这样往下循环 空加一针 三上 左上 二变一 两上 这是第八行 第九行 边针 一下 左上 二变一 四下 空加一针 就这样往下循环 一下 左上 二变一 四下 空加一针 好 一直这样循环到完 好 第十行 先空加一针 再织 一二三 四五 五上 好 左上 二变一 一直这样循环 空加一针 五上 左上 二变一 好 一直这样循环下去 这样十行的花形 就织完了 为了更好记一些呢 你织的时候呢 可以用这个口诀来织 更好织一些 虽然你看花形 就这么几个 但是呢 它很绕 所以呢 你按照这个口诀来织呢 织起来会轻松一些 这个花形 织毛衣 织围巾 都不难看 反面就是这样 好 今天的花形就讲到这儿 你喜欢吗 喜欢你就收藏吧 就会用这个口诀来织了吗 我可以用这个口诀来织了吗 我可以用这个口诀来织了吗 感谢观看